俗话说,自由美利坚,枪击每一天,最近有一条新闻,跨越了千山万水,直接从遥远的太平洋东岸美国,传到了太平洋西岸的中国,原因居然是,19岁的中国男孩勾引了39岁的美国旧妈,还成功了,真是离谱的妈妈跟离谱开门,离谱到了家。 今天,三妹就给大家讲这个,家庭伦理的年度狗血大剧,中国外甥与美国旧妈那混乱的二三年。 2022年4月7日下午,随着几声砰砰砰的枪响,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地区法院门口,顺势人潮四散,只见这时,有一个男人逆光而行,正义凛然地奔向了一个直枪。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将直枪男人制服在地。 被制服的男人不是别人,正是老婆被亲外甥给睡了的悲剧主人公,薛承海。 而就在刚刚几声砰砰砰声后,他的外甥王聪已经被他亲手送去往生了。 如果说是夺妻之仇,绿帽之怒,让他冲昏头脑灭了自己的外甥,那也不应当。 因为早在两年之前,薛承海就与老婆离婚了,只能说是前妻。 所以,又是什么仇,什么恨,让他竟然会选择用如此暴力的方式来结束亲外甥的生命呢? 首先,我们来认识一下薛承海。 薛承海1978年生人,家境不错,从小就天资聪明,长大后,他的学业和事业也都顺风顺水,一路都是别人家孩子的系列。 2000年,他从国内985院校、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本科毕业,随后继续在母校读了硕士。 2006年,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博士学位,研究方向为生物信息学。 2008年,在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研究部攻读完博士后后,他得到了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。 这让他很难抉择,毕竟家人、朋友、恩师还有未完成的报复都在国内,但妻子慕容的话也让他很心动。 妻子说,你的专业更适合在国外的科研环境下发展,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,打电话发视频什么联系都很方便。 思虑一翻后,薛盛海最终决定去美国做研究。 于是2008年底,他和妻子就移民到了美国马赛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。 当人们提及波士顿时,大多会想到这座城市的两大特产。 一个是波士顿的龙虾,另一个就是盛产优秀学子的各大名校。 毕竟他拥有超过100所大学,多达25万名大学生。 也正是如此,波士顿被誉为美国的雅典,也有人亲切地称他为博士屯。 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哈佛大学,掌获300多座格莱美奖的伯克利音乐学院, 以及享誉世界的人才中心,麻省理工学院等等,都围惧在这座古朴与现代结合的小城里。 正如妻子所说的,这里的科研环境确实更好, 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更是业内顶尖。 这也恰巧是薛成海此行的真正目的。 他前后与美国冷泉港实验室,以及哈佛大学统计学系进行工作, 是一名小有成就的癌症研究人员。 没想到的是,辛辛苦苦为人类抗癌事业做贡献的薛成海, 建成了某些人眼中的通天塔。 2016年,薛成海的亲姐姐从大洋彼岸给他来了电话, 说是让他帮帮忙,想法子让极佳参加高考他的亲外省王聪, 搞到博士顿去留个学,拿个毕业证,渡个金鞭。 我们都知道,中国是个注重孝道的国家, 而薛成海的父母一直都在姐姐家生活, 虽然平时也出了钱,但还是让他心怀愧疚, 再加上受到家文化的理念的影响, 他认为,有能耐的帮扶没能耐了, 会让家族变得更强盛,更和谐。 所以经不住亲姐的再三要求, 耳根子软的薛成海同意了。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,这个决定是有多么的错误, 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多深的坑。 首先说说坑一吧, 据爆料,他的外甥王聪是个有人生没人管的孩子, 并不是说童年过得有多苦难, 而是他压根就没有被管控过, 一直都生活在一来伸手,饭来张口的环境里, 不仅不学无术,而且无法无天, 这一次正是因为在高考中无法考出像样的成绩, 所以才动了心思,瞄准了这个出色的舅舅, 想借他的手出国度个精。 能怎么办呢? 毕竟是自己的亲外甥, 只能是多费心费力帮他联系学校。 然而,外甥学习不咋地, 想法还假他空, 在薛承海提供了一个稍险一般的学校后, 他直接给拒绝了。 这个时候,薛承海有些生气, 自尽费心费力找到的机会, 外甥竟然还挑三拣四, 于是便出言教训了他一番。 可没想到, 前脚刚教训完, 后脚老母亲的电话就来了。 在听到姐姐的唠叨与母亲的无奈后, 薛承海十分震惊和生气。 但冷静下来, 他还是选择了退让, 以和为贵。 既然外甥不满意, 那我这个做舅舅的就再动动老脸。 本来薛承海就不擅长求人办事。 这一次, 他厚着脸皮下了血本, 终于申请到了一所让外甥满意的学校, 东北大学。 一所位于美国东北方的名校, 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大拿也有很多, 比如前惠普的副总裁杰夫·克拉克, 推特的联合创始人彼兹·斯通, 以及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林登·拉罗奇等等。 在2022年, 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, 东北大学是第49名, 而且这一次薛承海有超级给力, 帮外甥申请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, 这在全美排第34名, 可谓是名牌大学加强势专业。 他觉得计算机行业正是新兴产业, 十分的有发展前进, 本来一切进展得很顺利, 但外甥王聪关键时候掉链子, 成绩实在太差, 尤其是音乐水平迟迟过不了关。 最后, 薛承海只能帮他先报个语言进修班, 合格了再入学。 于是2018年, 王聪兴高采烈地来到了美国波士顿, 虽然学校有宿舍, 但薛承海还是非常贴心地帮他找了公寓, 哪知他得寸尽尺, 公寓也不住, 直接就住进了薛承海的家。 美琴明曰, 让舅舅多照顾照顾自己, 经常赖着不走。 看着外甥提出各种离谱过分的要求, 薛承海泪绝不碍, 再加上自己事业格外繁忙, 他也没精力再管这些琐事, 只希望他抓紧上学然后毕业。 但学还没上, 就出现了另一件更让人扎舌的桃色世界。 有的人疯狂往美国涌, 有的人早就动了回国的念头。 其实早在2014年, 薛承海就想回国发展, 却遭到了妻子慕容的极力反对, 当时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。 慕容劝他, 两个娃从小就接受美国式的教育, 如果回国, 孩子会不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, 如果不适应怎么办? 这让薛承海有些犹豫, 但没过多久, 他还是坚定了自己的内心, 回国打拼。 为此, 两人查了好几架, 直到最后, 双方才各退一步, 薛承海可以回国, 但需要两国的周转, 以便照顾家庭, 两个孩子跟着慕容待在美国。 如愿的薛承海很是激动, 身为高等知识分子, 科技型的高级人才, 他很快就回国展开了自己的事业。 2015年, 他在天津创办了一家公司, 万康园基因科技有限公司。 随后, 于2017年, 又成为了中科院天津某研究所的产业研究员, 还主持了一项天津市的重点研究计划, 经常参与各项关于生物医学的会议, 力图在防癌的道路上建立自己的封碑。 优秀的他, 很快就得到了国内的关注, 事业也随之蒸蒸日上。 与此同时, 他去美国的时间却怎么也挤不出来, 随着越来越忙, 他有时可能得等好几个月才能飞一趟美国。 2020年, 似乎是意料之外, 又在情理之中, 薛承海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, 而且这个绿帽还是自己辛辛苦苦, 费心费力接到美国去的亲外省给扣的。 他竟然趁着自己回国工作的空隙, 光明正大的在家里和他亲舅妈搞在了一起,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, 两年前就开始了。 一路顺风顺水的薛承海, 遇到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打击。 他学着用做研究课题时的逻辑方法去处理, 却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马。 受到家人与爱人的双重背叛, 他感到痛苦、愤怒、不解、委屈。 他不断地回想到底是什么原因, 导致这对相差了20岁的男女, 能擦出爱情的火花。 无论是亲外省的红葱, 还是妻子慕容都没有明说。 他不敢想, 也不能想, 不然心中总会放大某种无法言表的罪念感。 想象一下, 这两人在家中恩爱时, 自己那两个幼小的孩子, 他们当时在哪儿? 有没有看到什么? 最终薛承海痛定思痛, 在2020年末与妻子离了婚, 想个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断个干净。 最让薛承海感叹的是, 前脚他刚离婚, 后脚前妻就和外审同居了。 当时薛承海还天真的以为, 双方是动了真感情的, 也许他俩才是真爱。 但人生无常, 大长包小长, 没过多久, 前妻就满面泪痕地来找他。 但此时, 薛承海也不想两人之间再有什么纠葛, 于是就果断将他拒之门外。 但前妻就像起了心事地边哭边请求让他进去, 结果就是, 耳根子软的薛承海妥协了。 然后, 他就听到了一个惊天地气鬼神的离谱事件。 前妻说, 他很后悔自己乱放感情, 导致现在根本无法脱身, 因为王聪是个疯子, 开始算计上了他的美国公民身份, 提出要和他结婚, 拿到绿卡才肯放他自由。 现在, 无论是出入教堂还是去上班, 王聪都如影随形。 这次他来找薛承海, 就是想搬回来住一段时间, 让王聪知难而退。 毕竟有他的舅舅在, 他怎么样都会有所忌惮吧? 看着原来的水下鸳鸯, 如今却成了纠葛不休的怨吕。 虽然令人唏嘘, 但也暴露了外甥王聪的真正目的, 获得绿卡。 怎么好端端的出国杜金, 忽然改成了绿卡定居了呢? 还没等薛承海缓过神来, 前妻又说了一件让他怒不可遏的事情, 王聪已经去骚扰过他们的孩子了。 俗话说, 骂人不及父母, 动手无关孩子, 薛承海的底线就是父母孩子。 王聪这样干, 无疑是点燃了他内心的炸弹。 于是, 薛承海反手一个电话, 就打到王聪那里去了。 谁知, 王聪正等着他呢, 很快两人就见面了, 薛承海本打算以长辈的身份低留他一下。 哪知道, 王聪心里早就没啥顾忌, 他和舅妈在一起的第一天, 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。 于是两人在谈话间, 王聪吊啰啪的嘲笑着自己的舅舅。 还没等薛承海反应过来, 王聪又恬不知耻的开始吩咐道, 我学生签证就要过期了, 赶紧帮我找个美国老婆跟我结婚。 你要不管, 那我就只好去学校, 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了。 这直接就威胁上了, 气得薛承海当场就动手。 然而, 王聪恶高强壮, 瘦弱的薛承海哪里是他的对手, 仿被侄子捶了一顿。 老婆被睡, 孩子被扰, 自己又被捶。 可以说, 这个成功男人四十多年的尊严, 全被自己的好外甥给按在地上摩擦了。 薛承海对王聪是恨之入骨, 也暗暗发誓, 绝不帮忙。 时间一长, 王聪也知道了舅舅不愿搭把手的心思, 于是呢, 就改变了策略。 不是蹲点在小学门口, 就是蹲点在舅舅家附近。 被发现后, 还对舅舅拉拉扯扯, 甚至动手。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, 薛承海最终向法院申请了对王聪的限制令。 限制令, 顾名思义, 就是限制行为的法令。 薛承海申请到的, 就是限制王聪靠近自己以及孩子们的行为。 这个法令呢, 很巧妙地束缚住了王聪, 因为只要他有目的的靠近接触, 那这就是违法行为。 作为一个只有学生签证的仔, 他当然不能有任何违法的行为, 不然他的美国梦就破灭了。 但王聪也不是吃素的, 没有务工还不能有法工吗? 不能solo还不能叫团吗? 于是呢, 他直接给自己的母亲, 也就是薛承海的亲姐姐打了个电话, 将自己的悲惨遭遇一一诉说, 还给自己加了不少戏码。 他指责说, 是爱慕虚荣的舅妈勾引了他, 自己年少无知才会上当受骗。 舅舅这边呢, 也因此对他非常不好, 逼他回国。 现在签证到期, 舅舅都不帮忙了。 要知道自己在学校里, 刚刚加入一个研究团队做项目, 总之呢, 就是有出息了。 这舅舅要不帮忙, 导致自己被遣回国, 那不就等于前功尽弃毁于一旦? 电话里的王聪一改过往的强势, 当着一大家子的面, 气不成声, 气得王家夫妇心急如焚, 火冒三丈。 但深知儿子秉性的薛母还是觉得, 肯定有隐情。 于是呢, 便给薛承海去了电话。 虽然儿子说的是含含糊糊, 但薛母已经明白了儿子的苦衷, 他选择站在了儿子这边。 但这一行为彻底惹恼了王家, 觉得这么多年, 我供你住, 供你吃喝, 还是抵不过你那常年不在家的儿子。 王家不仅和母亲大吵一架, 甚至还给薛承海去了一个电话, 你要是不对王聪好, 那爸妈我们也不管了, 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薛承海心里悲苦, 但也无计可施, 原本的谦谦君子意气风发, 瞬间就变成了现在的面容七七, 满面丑肉。 身边很多朋友都惊讶于他的天差地别, 但真正让薛承海担心的, 是王聪的两年限制令快到期了。 2022年4月7日, 薛承海来到法院, 递交了延长限制令时间的申请, 然而被法官无情地拒绝, 理由是, 王聪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举动, 不宜延长, 而这成了压倒薛承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他们在走出法院时, 王聪先行出了大门, 还特地转头对上了薛承海的眼神, 露出了他那嘲弄的笑, 得意之行无以言表。 薛承海内心十分的平静, 他明白, 在没有限制令的情况下, 王聪什么样的疯狂行为都干得出来。 就这样, 这位读书求生的顶尖知识分子, 终于想到了最原始的保护家人和孩子的唯一办法, 暴力。 只见薛承海十分冷静地上了车, 然后一脚油门向王聪冲了过去, 把他困在两车之间, 最后薛承海下了车掏出手枪。 随着砰砰砰的几声枪响, 王聪这个毁了他一身的男人消失了。 这时候, 律师威廉·巴拉比诺也发现了不对劲, 赶紧跑了过来, 将薛承海暗倒在地。 有威廉的话说, 我只是非常轻柔地将膝盖放在他身上, 然后揉了揉他的背让他放松下来。 他是那种你想在他身边工作的人。 世界旋转, 路面悲凉, 薛承海的理智也逐渐回了身, 他陷入了更深的迷茫, 在发呆中被波士顿警方逮捕。 第二天, 也就是2022年4月8日, 被羁押的薛承海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庭审, 他向法官供诉, 这两年多以来, 自己的家庭以及生活, 是如何被王聪的各种威胁、 恐吓以及殴打等一步步摧毁崩坏的。 前妻也出席了法庭, 他提供了自己与王聪的聊天记录, 但拒绝对所发生的事情发表任何言论。 虽然庭审时, 薛承海拒不承认自己是蓄意谋杀, 甚至极度落泪, 伤心欲绝, 但最终他仍被检方指控为蓄意谋杀。 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, 我们近代警方的进一步调查。 薛承海的案件已经爆出, 震动了整个波士顿的怀人圈, 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。 有记者对本案的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报道, 威廉律师, 他说, 我并不惧怕薛承海手里的枪, 因为我知道他从未有过暴力史, 他所做的都是一瞬间的情绪化。 薛承海非常善良, 是一个体贴, 充满活力和体面的人, 是所有人理想的工作伙伴, 如果他被抓进监狱的话, 那么两个孩子将会失去父亲。 而王聪的室友林凯文则说, 王聪也很担忧自己的人生安全, 一度担心薛承海会闯进屋子对他不测, 听着他都有点害怕。 还有人传, 王聪在东北大学的第一次考试中, 成绩很差, 但疫情来临后, 莫名其妙地就取得了好成绩, 短短时间内的成绩跨度达到了质的飞跃。 有人怀疑, 王聪找了替考, 现在, 这件事情已经被东北大学要求纳入调查, 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呢? 我们只知道, 一个限制令被拒绝后的男人, 抛弃了自己本该繁花似锦的未来, 将外甥的生命终结在了自己手中。 本念骨肉清醒, 食恨春发交影, 探世间利益勾心, 好男好女, 风情月貌, 去之何训, 疲劳奔发, 网字称怒, 终长悲曲, 事实事事, 道不破爱恨称痴哀悠曲。 那以上就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, 你的点赞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,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,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, 小妹感激不尽, 我们下期再见。